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明天台键法说会 真的是非常重要 台股能不能续命 集气就要看台积电 如果明天台键给出的 guidance不好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 对现在目前弱势的盘势 就是雪上加霜了 那今天外资大卖了 这个782亿 这是史上第三大卖超 他到底卖什么股票 赶快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他卖超快10万张的联电 这真的是 insane crazy 卖了9万4千张的联电 联电被他卖下去 跌了两块两毛 跌到四八块六 跌幅超过四趴 另外卖了四万五千张的滑邦电 中信金跟新光金分别卖了将近快四万张 另外0050台湾50 卖了三万两千张 0050今天跌幅的百分之一点 今天跌幅今天跌了一块两毛 收在127.45 跌幅呢 刚好跟大盘差不多了 一趴左右 但0056今天跌幅就超过大盘 他差不多一点三趴左右 另外卖开发金台新金国泰金 都是两万张以上 红海呢 跌破一百 今天收跌了一块四 收在98块六 红海卖了两万五千张 第一金富邦金 赵峰金也都是卖超过两万张 另外00929卖了超过两万张 长龙行刚好卖两万张 00878也将近两万张的卖超 00919将近两万张的卖超 那这些ETF 都是台股ETF排前几名市值大的 比如说0050 他的市值是3000亿 是第一大 00929呢 也是超过1000亿的市值 00878是2000亿以上的市值 00919是超过1000亿的市值 都是这个1000亿到2000亿到3000亿的 这个大型 超级重量级的ETF 今天都是外资卖超的重心 另外外资还卖了一万六千张的台 这个台积电 那今天呢 外资的卖超金额趋近800亿 史上第三大卖超纪录 那就能卖这些股票 主要卖这些股票 他买的股票不多 都是一些两三千张 一两千张比较小型的 就是说不是重量级的全职股 显见呢 他在卖超全职股在提款 这个很明显 那明天台肩法术会 到底会给出什么样的 第四季的成绩单 以及最重要还是 今年第一季 他怎么看他的展望 财测的部分 包括资本支出 以及呢 他给出的这个 全年的营收的目标 我们马上来请教 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林宏达 宏达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用直播广播的方式 同步进行 宏达你好 是 穆阿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台积电今天很有称 股价是上涨一块 但外资是卖了一万六千张 可见有另外这个买盘支撑 住台积电吗 是看好台积电明天 法术会角度非常好成绩单的吗 但是外资其实对于 接下来很重要 就是毛利率会如何 其实外资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像大摩发一个报告 在12月的时候发一个报告 认为说台积电在第一季的时候 它的毛利率有可能会触及到 49.5的一个低点 但是这次不太一样 大摩在前两年的时候 曾经也发过就是对台积电看坏的报告 那个时候台积电就是评价把它降低 24个月之内不买 但这次它还是给台积电败的一个平等 就是还是买进平等 只是说它的整体来 各位报告就是说 它认为第一季会是最低点 接下来足迹往上走 它是这样看 但是毛利率的低点应该会落在第一季 49.5的毛利率是跌破50 那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当不好的毛利数字 对不对 对 因为台积电给出来长期它是53 那目前华尔街可能认为第一季因为是淡季 所以可能认为大概会落在52 所以明天大家就一定会看说 究竟是大摩有没有猜对 那究竟怎么样 那它之所以这样猜的原因是因为说 这个第一季一般来说是这个淡季 那但是三奈米的这个毛利那个良率在爬升的当中 这中间其实苹果你三奈米的晶片做出来 苹果只会买这个良率OK的好的没问题的 所以你的良率如果还在这个山腰的话 可能你的这个获利率也就会受到影响 那为什么认为说24年底的时候会比较好呢 因为大家预期在那个时候 台积电每一代制程都是这样 你爬升的过程里面 良率是慢慢往上拉的 那到年底的时候良率就拉到 接近三顶了 赚的多了 所以你生产一片呢 以前成了500颗 接下来现在同样生产一片的成本 到年底可能变卖700颗800颗 那你的这个获利就比较好 所以现在好几个逆风加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营售比较少嘛 对不对 那不是这个到处在盖场吗 所以折旧一定会增加嘛 那折旧增加的时候 同时这个三奈米的这个 它的良率还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这个获利 还没有办法完全支撑 跟公司的average在一起的时候 它整个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那台建今年两奈米是不是也要装机了 这个宝山厂的部分 我想它预计是25年之后 要这个量产 量产嘛 对对对 那所以今年装机应该是 应该是应该要排到schedule里面 所以资本支出的状况 也会是这一次大家关心的重点 对所以资本支出会不会 因为它去年资本支出是300亿出头嘛 对不对 对 300亿美金出头 那这次的 我看那个 应该是高盛吧 把它预估资本支出给到280亿美金 是非常低的 那你觉得呢 会是多少的数字呢 其实在二三年的时候股东会之后 其实大家就在追问台积电关于资本支出了 那其实台积电当时就已经 这个不否认了 就是说资本的这个密集度 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意思就是说 其实该花的钱 再多就是这样了 当然他们都会加一句说 我还是要试客户的状况 但无论如何 台积电这几年资本支出都是以 300多亿 那是以兆台币来计算的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你看各次的外资报告 或者是华尔街的预期 大家都认为24年 应该会比23年要来的少一点 少一点 那有可能破300亿美金 这个我想到发售会 大家就会知道 那营收呢 你觉得它全年的营收会 因为它去年的营收是年比衰退4%多嘛 其实是非常 是很好 好于一起很多啦 对 因为它之前就是说 可能衰退一成左右嘛 对 那现在只有衰退不到5% 那今年的营收应该会出现 比较年比明显的增长吧 对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碟失 它可能是来自于 其他非基本面的这个逆风 其实我们昨天 比如玉山的这个活动 跟很多厂商聊嘛 他们就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看到的这个 整体的状况 其实是不错的 就是说真的库存是降低的 那现在因为产能没有填满嘛 所以呢 他们看到的客户下单 就是因为我不用排队 对不对 所以我就点撞了下单 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下 就是来了就几单 那几 他们看到就几单好像变密集 所以呢 他预期说到第二季的时候 大家第二季之后 大家会看到这个 整个的景气会慢慢的变比较好 因为现在我们就处于 库存消化完 但是定然恢复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事情 那第一季是传统的淡季 所以我想第二季一定会是关键 但目前大家并没有那么悲观 反正今年应该是倒吃甘蔗 就是越往第四季走会越好就对了 而且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目前三奈米最主要客户是苹果 所以你要涨价不好涨 对不对 那明年其实会有其他的客户 今年 对 24年的下半年会有其他的客户 因为大家都要竞争 联发科应该也会进来 对 所以新的客户进来的时候 我相信台积电到今年底 我们再来谈的时候 他就会比现在要来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第一季 大家看到毛利率的时候 会有点惊吓 但是我们并不看待今年台积电 24年的表现 但是如果他毛利真的跌破50%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短线上面的冲击 对不对 那是风险还是机会 就是看你站在什么状况 那也要看大盘 对 还要看整个宏观环境 好 那刘德英到底是被退休 还是自己想要退休 还是说有什么 他自己生涯考量 或者说董事会的意见 对 这个我们有去问台积电 那其实台积电给我们回复 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都很多的文章 就讲说因为美国建厂 所以要去跟美国抗议 所以这个刘德英就辞去董事长的位置 就是要以事负责就对了 以事负责 但是我们问台积电说 他说他们公司的经营并不是这个逻辑 他说因为之前大家写都是写 台积电是双手掌制 说你看一个照片 这个那次我有去就是台积电 Arizona厂他开厂 不是都有照片吗 拜登在中间 然后左边右边就是刘德英跟魏哲贾 两个人一起去嘛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双手掌制的话 其实刘德英是监督者的角色 那监督者负责带什么部门呢 审计部门 所以其实他建军 他有这个刀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倒过来说 他怎么没有 这个因为建厂不顺 去找这个魏哲 魏哲家说 你这个责任要不要承担一下 逻辑上应该讲嘛 那现在台积电的这个 分层的负责的方式是 魏哲家是负责绝大部分的 这个其他的单位 比如说你说建厂啊 采购啊 然后计划啊 客户啊 行销 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你要讲这个建厂不顺的话 整个台积电的董事会 都必须要负责 所以如果你说谁要负责的话 按照台积电的逻辑 是所有人都要负责 那总是要有一个人负责啊 所有人负责 不可能整个董事会全部请辞啊 所以就要有一个人负责 就是董事长啊 我们我们去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罗文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财经双周刊的副总编 编辑林宏达 主跑半导体 科技产业的宏达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同时直播广播同步进行 那当然明天下午就知道 台积电法说的内容了啦 像我们当然是先推敲一番啦 那至于说刘德英 为什么要退休 这个我当然 讲真的刘德英自己出来说 就最清楚 但每个人心中都有秘密啦 会不会他 把他的这个小秘密 埋在心里面一辈子 也是有可能的啦 不过这个也无关痛痒了 因为反正他就要退休了嘛 那台积电未来就进入到 魏泽家时代了嘛 那进入到魏泽家时代 我觉得才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魏泽家 他未来会怎么带领台积电 而且是没有所谓的双手掌了 对不对 就是说魏泽家 等于说 后张周谋时代的魏泽家了 那这个就要请教 那个宏达 就是说那魏泽家 会怎么带领台积电 听说董事也要换人嘛 什么何丽媒 这些人也要进董事会嘛 那何丽媒大家都知道 就是张周谋的心腹嘛 就是Machi嘛 那是不是进去某种情况下 是代替张周谋的角色呢 这个请教你 就是说魏泽家的style 跟你觉得他会怎么带领台积电 我想还是先回到刚刚 说台积电的投资价值 还是来自于他们的 Integrity跟中立性 我想台积电的这方面 是非常坚持的 那所以这整个的决策 我想他到明天一定会有 相当透明的一个说明 那其实目前我们看 这个魏泽家 接下来的这个发展 目前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关键时间 就是二月的这个提名委员会 这一次看起来 台积电的董事会的改选的幅度 会比预期中来的小 因为曾凡成说他不退 他不退了 他本来是说要退吗 对 那又有人本来说 什么张周谋要回任 那张周谋马上就否认 不会啦 这不会啦 其实这个违背张周谋的原则 张周谋不是这样子做事情的 所以这次的幅度 其实没有那么大 但是谁来接这个董事 那这就非常关键 那何立美应该是确定的 在出来之前 我也不敢往下断言 就像曾凡成一样 本来就说他要离开董事会 现在又不离开了 对 但是我想这个魏哲嘉在 这个接任之前 接任初期 他目前我们所理解的 他应该是董事长兼 这个总裁这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在这个过渡前 他应该是先稳定 慢慢的去布局人事 其实台积电对于 这个第三代的接班 是早就培养多年了 应该超过十年 他是一个group 相当多的人 他同时在培养 所以现在大家都常常在猜 谁要上来怎么样 猜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第一个 董事会要先确定 董事会确定的时候 其实一大半的答案就出来了 因为比如说你谁进去 你先有董事会之后 有一个重点 台积电副总的任命 是要董事会决定的 所以你董事会没有出来之前 那就猜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谁要来投票 好 那针对整个 今年的AI发展 包括AIPC AI手机 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今天看到 Chainforce有一篇文章 他针对今年AI伺服器 他认为年增的幅度 大概是40%左右 就是说 今年2024年的 整个全 这个包括Inference 包括这个训练的 Training跟Inference 这两种主要的伺服器呢 大概是40%的一个增长 那这个40%的增长 会不会相对比我们之前的想象 好像稍微低了一点 那40%的增长也是 也是不错啦 其实 他是说 这个160万台啦 全球160万台啦 我讲一件事就好了 我们这一期 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个 CES的分析啦 那 其实 你去看喔 NVIDIA这个公司 现在是AI的王嘛 对不对 可是这次 CES里面 他都在讲PC耶 很多都在讲PC喔 你去看他营收 其实他的云端 是远大于PC的营收了 可是 所以我 其实我自己来看 我认为他开始回房 就是说 他讲一个数字很有趣 他说 各位以前都把我们 卖的这个绘图晶片 当做电玩晶片 他说你知道吗 我的这个 新的这些平台 这个 已经有1亿颗了 你知道吗 我们以为他在推PC 对不对 他都在讲说 我这1亿颗的 这个游戏的绘图的晶片 如果加上我的什么什么软体 我跑什么 Stable Diffusion 速度快六倍 是根本就在讲AI 只是是在PC上的AI 然后同时附赠你游戏 所以他在讲说 我这个新的 他讲完新的游戏功能 说我可以让你的游戏的NPC 对话很自然之后 同时在讲说 然后再加上我的新的 这个程式 你不但同时可以用我云端的AI 然后我D端 我也可以帮助你 你在视讯的时候 AI跑得更顺 你的相关的什么去抗灶 什么背景 我都可以帮你 因为你是游戏深度使用者 所以你会很期待游戏的AI 我的解读是他今年的 CS他讲混合式的AI 我相信今年混合式就会成为 因为很明显他在回防 今年他的AMD这些人 在攻击他的云端的时候 其实云端他已经赢了 我怎么办 我就回防PC 我上下都可以赚 而且你说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他PC他照卖 对不对 那你说你说这个NVIDIA 那时候云端 搞不好他中国市场 也是另外一条出路 所以这个经济和是非常复杂 那你觉得AIPC 今年会 会是什么时候 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出货潮 我想这个第一个就是 定义什么叫AIPC 现在AI能够跑得比较快的 真的需要AI的画图这些 他是比如说designer这些用的 那其实大部分你说 如果我这是要聊天机器人 这个大部分都在云端 所以还是看你的这个功能 那我觉得短期来看 大家都在推新的应用 比如说谁画图画得比较快 我昨天我有个朋友跟我展示一个东西 新的应用开始出来了 什么样 就是他替他的产品做一个影片 只花了十分钟不到 而且他的产品 两个虚拟的人 看起来非常自然 可是讲的都是英文 然后他只花了可能 他是租用 租用这个云端 这是租用那个AI的这个应用 他花了可能200块美金就做完了 做了一个介绍他的产品 介绍他的产品 他说平常的话可能要花20万 所以这样子的应用其实是越来越多 那以后做影片的人都死掉了 当大家花钱 影片制作公司全部都关门大吉 当大家花钱做云端的时候 其实后面大家 这个AIPC的人就刚讲 不要花那个钱了 我PC就可以做 直接在PC上面透过云端 我就帮你做好了 你只要花一两百美金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联发科的营收并不差 在这个时候 联发科就是最近股价跌的比较多 他营收其实去年12月还越比增长 所以营收是表示这个公司的实力 他这还是创新高的 所以这还是基本面 好 那Trainforce的集邦资讯 他的看法是这样 他说呢 这个定义AIPC要Microsoft要求的 40Tops的算力基础 他说要考量要满足这个需求的新品出货 都会落在今年的下半年 他说等待CPU产业龙头 Intel 那在今年要推出这 Lumina Lake之后呢 2025年可以见到AIPC的快速成长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要符合Microsoft的算力基础 另外一个 Intel的晶片要出来 那个Luna Lake 月湖 月湖 月湖要出来 所以这个两个关键节点 对 其实Intel在这一次的CES里面也展了非常多 很多 那这些东西毕竟还没开始卖 他不能光CPU就18颗了 对 其实他们都在展示 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我想以后我们画图或做影片的方式 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了 因为这些东西现在目前最需要算力的 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区备 对啊 干嘛 那以后可能拉两下就结束了 好 那Intel会不会是台积电强劲的对手 张忠谋 前董事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明确的 赢确的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 当然他没有讲Intel 但大家都听得出来 他就讲Intel 静和关系还是存在 就是说 我们在运动会上听到 张董事长这样讲的时候 也有点害怕 但是我现在 现在业界出来的讯息就是说 年底三奈米 会有CPU的客户 所以你说会不会是Intel呢 因为其实这个已经等很久了 但是三奈米这个部分 如果 AMD呢 今年 对 这个竞争必须还是一直在嘛 所以如果AMD跟Intel 无论如何 Intel的产能 它还是比不上台积电这么多 竞争确实存在 但是你现在做的是一片 十片一万片 Intel 也没有做出来那一件事 但是你三奈米的量 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赶上台积电 但是现在是做不到 但是我们现在之前观察重点就是 它在尖端技术上 它会不会宣称 它跟台积电差不多或超越 这是一个指标 但短期在营收 或者是产能上 我认为它是不会的 那就是差太远了 对那是不会发生的 台积电是全世界 那个营收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所以台积现在扩厂 是重要的一个事情 不过AMD 最新交易的 它股价涨8% 灰达涨3% 创历史新高 竞争还是在 这两家公司股价都大涨 台股都完全没沾到光